哈囉 大家親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 KonoSpa 美好世界 那最近玩哲平試一下的話 基本上是把我們就是 所有的冒險關卡的那個 Normal關卡應該都已經推到了我們就是 全部都推完了啦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應該就是會來跟大家一起來體驗一下 我們這個遊戲的劇情喔 那目前來說最近哲平的話也開始在 重新補他的那個小說啦 因為其實裡面有很多的角色 基本上哲平是還不認識的喔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就是看一下能不能就是 欸更熟悉之後的話就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其實這部作品的話就是 我覺得很棒的地方就是因為他裡面的角色 有很多都跟我們就是那個 劇情是有息息相關的喔 比如說我們之前一直在講那個抖恩少女 那抖恩少女為什麼就是沒有辦法去打怪呢 因為 他在動畫裡面的設定就是一個 他每次碰到怪物他就叫怪物去打他 那種就是一個設定存在啦 所以就還蠻符合就是那個遊戲劇情的 那像惠惠的話 只要用完就是他的那個大招魔法之後的話 他就會有一個就是那個 他就會直接退場啦 就跟我們動畫劇情實際是一樣的喔 所以我覺得這遊戲的話就是 如果你是很喜歡就是美好世界這個作品的那個 呃配角的話我覺得應該會很喜歡這款遊戲 像是看有沒有這個 達克尼斯的攻擊命中率極低 因為他在那個動畫跟那個作品裡面設定 他就是一個很喜歡去被怪物打的一個女生喔 所以真的很有趣好 那我們今天就繼續來跟大家看一下我們的劇情啦 然後這幾天的話基本上哲平也在試一下一直在打關卡 那像我們活動關卡的話基本上我們的那個 NOMO啊跟我們就是那個就是 欸困難關卡這邊都已經通過了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接下來的話我們可能就是 會帶大家看一下我們就是那個世界BOSS戰啦 因為同步戰的話我還沒打招 一天的話我們再來拍給大家看 然後打完之後還可以就是 對同步三次可以獲得我們這個三星的會會 就有這個浴衣囉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獲得衣服啊 那這款遊戲基本上就是獲得我們角色衣服 然後還有看劇情一些東西 那這邊的話都有一些就是額外的活動劇情啊 所以我還蠻期待就是他們會發生什麼很白色的事情喔 那我們今天的話我們就先來看一下我們的主線劇情 那主線劇情我們先從第一章開始看啦 那後來的話基本上這個的話應該就是在講那個 在講什麼呢就是動畫一開始的東西啊 就是基本上就是一開始那個就是動畫的畫面 跟小說一開始的畫面說來說就是我們就是那個和珍啊 他就是因為死掉之後有沒有 他就來到我們這個世界有沒有 這就是我們的阿克亞他就是一個那個幫我們就是那個什麼 就是讓我們來到死後世界分配的一個角色 那就是讓他裡面有語音啊 所以我們就聽完了 那我們就是一個主角然後我們死掉這樣子 其實他如果不要這麼發神經的話其實還算還算真的蠻正的有沒有 因為我們主角的話在那個日本社會就是現實生活的話 然後他是一個那個就是宅啊就是一個宅然後都不出門了 然後他這邊好像沒有寫說就是他發生的事情 其實這邊他發生了很白色的事情 因為他就是哎他其實他他在那個作品裡面是有講他怎麼死亡的 然後他死亡的過程也超級白癡 他是為了要去救一個女生 因為那女生在路上滑手機然後他為了要把女生推開 然後然後然後後來就是死掉 然後他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他就問阿克亞說 那個女生有沒有怎麼樣 他說但是那個女生還活著 然後想說哎呦我終於做了一件事情很開心了 然後結果發現 那個女的如果沒有被他推倒的話 基本上是不會受到任何傷害 那反正是被他推倒之後他的腳就骨折了 然後他原本以為卡車要來撞他 結果那個是一個那個壓馬路的那個就是行動很慢的一台車 所以基本上根本就不會撞死他 結果後來他死因是因為他休克 然後他受到驚嚇過度 然後心臟麻痺死亡 那超白癡的 然後這邊好像是沒有講啦 所以大家的話還是可以去看一下就是那個原作小說 其實真的還蠻有趣的 真的很白癡 這個這個這部作品真的超級白癡 所以這邊才會很喜歡這部作品喔 好然後這邊的話阿克亞就是跟我們那個漫畫就是故事劇裡面一樣 就是他說可以選擇一個能力 然後讓他去帶到異世界這樣子 然後我們主角就會選擇就是阿克亞這樣子 他看他作品的時候 他作品呢就是那個小說作品的時候阿克亞表現的是更白目的那種感覺啦 所以這邊的話基本上遊戲的話感覺還好 就差不多就是這樣的那個很很那個什麼 就是很嘲諷的那種感覺 而且是從頭嘲諷到尾喔超白癡 聽說好像還有吃餅乾這樣之類的 我們要把他帶下去了 反正後來後來就是這部作品就是我們死掉之後然後帶著那個女神一起去參加那個異世界的那個冒險 超白癡的而且我覺得他這遊戲就是那個動畫的表現那個就做的還蠻可愛的阿克亞的反應就還蠻蠻可愛的 然後他好像就是直接就是跳到就是後來就是找到夥伴那邊 因為他們是先跟那個 先跟那個阿克亞就是冒險之後的話才遇到就是惠惠跟那個就是 那個我們抖愛女這樣 抖愛女叫達克尼斯是不是 我有點忘記了 對啊 所以這算是有點像是你可能要去看過原作 或是看過作品再來看這劇情的話應該會 會比較OK 所以我現在才在繼續補那個 小說所以如果有一些就是 比較有趣的一些劇情的話我會再跟大家分享這樣吧 哈哈哈哈 已經沒死我跟你講 這遊戲真的超白癡的 所以所以我很期待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不是期待他的遊戲性 因為很多人都說這款遊戲遊戲性不太好 但是其實我是期待在他的劇情 因為他的劇情真的很棒 哈哈哈哈 根本沒死 哈哈哈哈 他一定又被青蛙抓 一定又被青蛙吃下去了 哈哈 你看我喜歡我第一個喜歡維茲 第二個是喜歡阿克亞 為什麼呢因為你看他的 身材也是很不錯呢 哈哈哈 然後男主角的話就就真的就是一個 就是很屁孩的一個人 就是一個屁孩 但是很好笑 然後在那個就是故事劇情裡面設定的話就是 阿克亞他是一個那個 他是一個那個什麼 一個大祭司 就是能夠幫忙補血的 那邊用魔法的話好像是 幫會會吸引那個攻擊 然後會會就是一個 只能用爆裂魔法的人這樣子 你看有沒有這個 抖恩少女就是 超喜歡那個的 超超喜歡被怪物弄的 所以他的攻擊力才會 他的命中率才會這麼低這樣子 這好像是第一張的那個 第一張的那個動畫 然後就會接到我們這就是動畫 那個畫面上面 然後再來是我們這個 為新的夥伴這個就是我們 這個好像這畫面應該是那個吧 就是阿克亞跟那個 和珍他們去就是第一次打工那個地方吧 不過我覺得稍微有跟那個 劇情應該又有一點點不一樣 當高中生的時候遭遇事故死掉 其實那個事故根本就只是他自己 那個 哈哈哈哈 他自己那個 哈哈哈哈 他自己嚇死自己而已好不好 好 就很白癡 他這邊是跟大家介紹就是這部作品 所以我覺得其實如果你是已經知道這個 就是這個部作品的一些就是 死墨的話應該也可以再來玩這款遊戲 因為他的劇情好像是 就是有獨立出來改改變一些東西的 現在是直接就是 就是從那個夥伴這邊開始 他原本是想說他可以很帥帥的 來這個異世界來冒險 就沒想到 就超廢的 我記得他們在動畫好像 有打敗幾個那個魔王軍啊 然後在我們就是那個 紅魔族的電影的話也有幾 擊敗幾個那個魔王軍 但是因為我也沒有看的就是 也沒有看的就是非常的就是完整啊 所以我現在還在補那個小說 哈哈 阿克亞的身材真的是很好呢 我不是我在講呢 不是阿 不是阿 一個女神在那邊幫忙 幫忙鋪死磚 超白癡 阿 哈哈哈哈 結果他們 我也是二位冷卻的 那麽明天的顧客是 裏路地的外壁修復工程 是的 我也是很慣的 今天我都被褒め到你 你女兒的青髮 你也要把你席壁修復的 你也要把你席壁修復的 好 你很高興地升級了 但是,要走就走就走就走的 那是Axle的女婦女? 不,你怎麼會複製? 這是什麼Kazuma的事情? 他說,你給新墊水路 就脫了一條蚊子 你也說,你也有蚊子的蚊子 你也知道 不,我們都可以做出雙子的工作 他們真的是來冒險的嗎 他們原本一開始啊就是小說劇情裡面他是講說就是 他們有先去就是冒險者公會裡面要接一些任務 但是因為這個城鎮外面真的是太和平了 所以他們為了要生活就必須要去賺錢 所以才必須就是去做這些那個就是 工地的工作來就是打拚這樣子 超白癡的哈哈哈 完全搞錯方向這兩個 實際搞大死哈哈哈 然後因為阿克亞他是被他拖過來的 那如果他要返回到原本的世界的話 就必須要讓和珍去討伐就是魔王 所以他們應該要 要去 打中魔王才對 哈哈哈 他們是做到女公頭了嗎還敢這樣講啊 所以感覺去義式線冒險的話好像真的也沒有說 也沒有說這麼簡單你知道嗎 去義式線冒險 你還要自己賺錢啦 你以為很輕鬆嗎 並沒有不過如果 如果可以買到魔法神器或什麼樣可以施放魔法的話 去那個世界工作好像也不是很壞齁 不過他們現在這個時候應該好像是 還沒有遇到就是那個 惠惠跟我們就是那個 抖恩少女那個地方這樣子 好像是還沒開始遇到 欸 這邊好像有不一樣的感覺囉 他威脅他們的事情 因為他們一開始 就是他們兩個就是組成小隊然後去打那個青蛙啦 所以基本上就是 他們就去打青蛙這樣子 然後現在好像有一點點小分歧了 這時候我們一開始 因為我最近還剛看就是小說一開始就是 前面差不多是都蠻像的 只是他會先讓大家知道就是 後面的一些夥伴這樣子喔 然後來看一下就是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感覺好像會有一些小分歧囉 我期待的就是這個分歧啊 哎呦 為新的同伴線上冒險2 和珍等人平穩而怠度的生活就在前幾天前結束了 哎呦直接直接就蹦出惠惠了 因為惠惠跟那個達克尼斯 基本上他們是在 酒吧招募的時候遇到的這樣子 可是現在好像就是 世界線不太一樣哦 他就是這個真的是個廢材哎 哈哈哈 今日のカズマさんは間違ったこと言ってないわ 哈哈哈哈 他們這兩個真的就是有夠廢惡人組 你知道嗎 有夠廢惡人組 他們到底想會想回到原本的世界 哎呦看來是發生新事件了哦 緊急クエスト緊急クエスト 冒険者各員 所以他們的這個 遊戲的話應該就是 另外一邊的那種種類的冒險 所以跟原作會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其實 有有有看過原作的話來玩遊戲 也是還不錯這樣感覺 哈哈哈 不愧是檢君主哎 尼特族的代表好不好 好厲害厲害 出魯南 哦高麗菜軍團超可愛的有沒有看到 哈哈哈 高麗菜大軍 哈哈哈哈哈哈哈 全員參加任務 採收所有飛來城鎮的高麗菜 被拆女神 這個應該就是我們那個酒吧那個小姐吧 不過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就是原作的就是那個 跟我們講話那個酒吧小姐 不過原作那個講話那個酒吧小姐那個胸部好像也是很大 所以 也有可能是他啦好不好 所以應該應該是他 哈哈哈 高麗菜到底多恐怖啦我的天啊 哈哈哈哈哈 他其實只是想要被高麗菜撞而已 哈哈哈 他只是想被高麗菜撞而已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剛才今天攻擊特別厲害 太爽了 哈哈哈哈 天哪 這女人壞掉了 哈哈 所以大家知道為什麼 抽到她不好了嗎 因為她就是一個坦克而已 好不好 她 她沒有辦法攻擊 … 完蛋了 馬車要爆了 我叫Megamin 用魔族使用魔法的魔法 使用魔法爆裂 Dakudus 你不能撞到你,快逃走 我再一次,再一次 你頭脫了嗎 快走 快走 我力 從這裡看得到 Explosion Explosion 然後炸到自己人 把馬車也炸了粉碎了 然後他放完魔法之後他就會 他就會直接逃遞 超可憐的 哇 哇 桂主的貢品 全部被炸飛了 QQ 然後他們 他們又沒錢了 我跟你講 他們這一團 每次都這樣子 就原本靠了一些任務然後賺的大錢 然後 要想福的時候 馬上就 因為下一個任務直接 讓自己的那個錢全部都沒了 GG 但是這個難易的Quest Gild Party Memba Bosh 哦 所以他們現在是等於就是 可以再招募新夥伴 哎真的是哎 這個我就不認識了哎 哦所以 所以他們這個是等於是原本的主角軍團 然後再去招募一些就是 其他夥伴這樣的感覺 因為這個女的的話我基本上 我的小說還沒看到 而且動畫我記得好像 也都還沒有出來 這是謝羅跟那個 聽說這次補師很厲害哦 所以大家如果有抽到謝羅的話就不錯 哦所以他們就是等於就全部都出來了嘛對不對 所以就要找時間趕快來把那個小說 來補充一下 再開開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 這些角色到底是什麼東西 每一少女都說話了能不好嗎 沒有問題哎 所以接下來的話我覺得 就是 可以先去補一下小說 哲平自己的話都會先補一些小說啦 然後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來說因為 我們的冒險劇情啊 都已經打到還蠻後面的 所以這故事劇情應該可以看到蠻後面的哦 所以大家的話我們就來一起那個 享受一下故事劇情 我覺得他有一點就是跟那個其他不太一樣 但是他應該也會融合一些就是 我們就是原作的一些東西啊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好不好 這個的話 我們就每天都來看一點看一點啦 那如果大家想要就是 如果大家就是對於這部作品真的非常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去看一下他的那個就是輕小說或是動畫 那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哲平一起討論 因為哲平最近也都一直在看他的就是那個 小說好不好 所以大家的話可以一起來分享一下就是 就是很白癡的事情 這部作品真的非常推薦給大家看 因為就是一個 大家從遊戲就是可以知道 就是裡面都是一些很莫名其妙很白癡的一些劇情 我覺得真的是 如果你平常工作太辛苦啊 就是很需要這些 能夠讓你笑笑的一些作品 我覺得還算是不錯囉 好啦 那我們這話應該也是會這樣 跟大家繼續來看一下我們故事章節 因為我們那個冒險那些東西的話 除非有碰到一些就是比較難的一些BOSS 這邊會再來拍給大家看 那其他的話我們應該就是一起來看劇情這樣感覺啦 那你覺得我們今天這樣一起來看劇情的感覺還不錯啊 可以幫影片點個喜歡囉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